我是万万的没有想到把地瓜倒在滚汤的热水当中 瞬间的变成一道好吃的家常菜 真的是太香了 准备两个去了皮的黄氧地瓜 先给它切成小条 锅中水烧开了 然后把地瓜下锅 这个地瓜呢表面含糖 焯完水之后再去炸 它就不容易糊了 把地瓜焯水两分钟 然后用凉水给它投凉 小胖呢每天都分享家常菜 给个红薪鼓励一下吧 真的非常感谢 地瓜头凉之后给它控干水分了 撒上一大把的玉米淀粉 然后把地瓜翻拌均匀 让每一块地瓜都均匀地攒上淀粉 把油温呢给它烧到六成热 然后把地瓜全部下锅炸 地瓜下锅之后现包去冻它 等完全定型之后再去反动它 这样这个粉就不会掉了 全程中火去炸 大约需要三分钟 把地瓜炸得金黄酥脆了 捞出控油 锅中留点底油 加入一包大厨根据比例 调制好的糖树枕 它的蒜甜比例非常好 9块93毛它也很划算 其他的任何调料都不需要放了 把糖树枕熬至浓稠了 然后把地瓜下锅 加上88热的黑芝麻 快速的给它翻炒均匀了 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地瓜 说说今年的特别好吃 喜欢的你也试试吧